欢迎收看《走进美国》 我是路易 美国阵亡将士信念日 是用来纪念那些为国捐躯的人 同时也是美国的公众假日 在华盛顿即将有一场 盛大的游行将举行 走进美国现在就带您一起去看看 游行还没有正式开始 大家正积极地在做准备 来自麻省还是学院的学员们 在认真排练 参加这类活动最好的一点是 我们可以和最好的朋友一起旅行 我们到这里来穿着制服 代表了美国和我们的学校 每天早晨我们会至少练习一个小时 周二和周四晚上 至少还会练习一个小时 所以一周至少练习六到七个小时 很多组织为了今天的游行精心准备 游行也是一堂生动的美国历史课 杰夫·帕特森是佛罗里达州 坦帕市美国第一志愿骑兵俱乐部的负责人 我们能够带来华盛顿参加 阵王将士纪念日大游行 感到非常的荣幸 我们今天代表的是美国与西班牙战争 以此来纪念罗斯福总统和义勇骑兵 那段历史和传统 杰·巴林杰是马里兰州南部联邦后裔俱乐部成员之一 他是苏格兰的后裔 今天他将在游行中演奏苏格兰风敌 对于我们而言 阵王将士纪念日是纪念我们的退伍军人的节日 纪念南部联邦的使兵 也纪念整个美国的使兵 游行活动开始了 每个组织都用自己的方式向军人致敬 向为国捐缺的士兵们致敬 战争时期的军车甚至军用飞机都出现在游行中 许多退伍军人也参加了游行活动 美国民众也热情高涨 中学生奎云今天和家人一起过来看游行 我很喜欢音乐 这些乐队演出 还有看到很多不同的人 查尔斯是第一次来观看阵王将士纪念日游行活动 阵王将士纪念日对于我来说 是我们大家在一起庆祝我们一起经历的一切 纪念我们作为一个国家一起经历的困难时光 我有两个朋友现在在军队里服役 一个是在伊拉克 一个是在阿富汗 当我第一次知道他们加入军队时 我很害怕 因为我很害怕会失去他们 但是我知道他们是为了让我拥有像现在的这样的生活而战斗 为了让我不受到伤害 为了人民的安全而战斗 我为他们感到骄傲 在游客中 我们遇见了一位专程从休士顿过来参加活动的退伍军人博士 我本身就是一名退伍军人 之前在越南服役 这个活动勾起了我的许多回忆 让我想起了许多事 那是我的过去 随着时间推移想忘记的过去 这次活动也是爱国主义的一种觉醒 让你的感情升华成为活动的一部分 服役的经历对我而言是成长的经历 但我觉得我不需要服役也可以得到这样的成长 我认为所有去那里的士兵都希望人生里不曾有过这段经历 阵王将士纪念日游行活动还在进行 也许每个参与活动的人的心情都不尽相同 但相同的是 他们都对军人怀有感激之情 以及高度的尊敬 这也是阵王教士纪念日的意义所在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走进美国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